重要的彈劾的案件 我们看到监察院 看到只要是党政关系好的 有关系的 像陈仲彦接受业者招待喝花酒 像邱泰山赤裸裸的不法官说司法 我们的监察院最后竟然都没有通过彈劾 这样的监察院已经不值得人民加以信赖 也因此台湾民众党党团 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的宪政改革跟国会改革的脚步当中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推动废除监察院 推动废除监察院 我们希望到时候 长期主张废除监察院的民主进步党 千万不要再法夹弯了 千万不要再法夹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